Hello大家好,我是Mina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在尔湾的几所备受华人喜爱的工地高中 还有周边的东方市场 那么首先呢,让我们了解一下Norchwood High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北木高中啊 那么北木高中的学校网址还有学校的地址 我会放在屏幕上给大家参考 那么北木高中啊,位于尔湾的东北方向 该项呢,建校于1999年 是一所蛮有名的工地高中 评分啊,为10分,美国满分是10分哦 那么在美国的高中呢,为4年制度 分别为9到12年 所以我们中国的高一就是9年级了 那么北木呢,在尔湾处于一座比较新的学校 近年来呢,背受我们亚裔的喜爱 那么在2019到2020年度有2237名学生 那么有82年全职教师 所以学生和教师的比例为27比例 这里说一下,加州啊,一般的比例为23比例 那么在2009年呢,北木在国家高中排名为401名 在加州排名呢,为50名 那么对于学校的排名呢,一般是按照学生的表现啊 成绩啊,学生毕业率以及升学率等等 那么在北木高中呢,亚裔学生比例达到58%多哦 那么北木校园建筑属于比较新的 近年来呢,成长也是飞快 而且啊,随着压抑学生越来越多,学校里竞争也才有一段的增加 总体来说,北木高中的学习气氛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北木的毕业率达到了97% ICT的平均分为1370分,满分是1600分 ACT的平均分为31分,满分为36分 好,接下来呢,我们来讲一下University High 还是一样的,学校的网址和地址我会放在屏幕上 给大家参考 University High哦,位于尔湾的西南方向 建校于1970年 也是尔湾知名度很高的一种公立学校 那么学校的评分呢,也是10分 学校有9到12年级 2019年到2020年度有2558名学生 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为26比1 毕业率呢,为94% 亚裔人口比例为50% 那么2019年在国家高中排名为468名 在加州的排名为64名 那么University High呢,在尔湾以排名靠前竞争激烈而著称 并且该校呢,助成学生多方面的发展 有很多的课外活动 University High的ICT平均分为1380分 ACT呢,为31分 接下来呢,我们再了解一下Ulbridge High 那么Ulbridge High呢,位于尔湾的老城区 不同于北墨 每两个学生中基本就有一个是亚裔人口 Ulbridge High的白人人口还是比较多的 它呢,位于尔湾的天西南方向 建校于1983年 也是尔湾知名度非常高的一所公立学校 评分呢,也是10分 学校同样有9到12年级 那么在2019到2020年度呢 有2465名学生,95名教师 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为26比1 那么毕业率呢,达到了96% 亚裔人口呢,为41% 2019年在国家高中排名为806名 再加入排名呢,为122名 这所学校呢,像我刚刚所说 白人比较多 就要2019年的同企白人学生为42% 所以啊,美国传统文化分别非常高兴 那么该校的社团活动啊,也是多的出名 并且啊,学校非常注重学生在体育和音乐上的课程开发 而且功课上呢,不单没有之前所说的那两所学校的众众 所以啊,如果孩子想发展其他课程的话 这边是一个无数的选择 那这边的SAT评讯分呢,有1330分 ACT为30分 最后呢,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Ermoy High 那么学校的网址和地址先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么尔班高中呢,位于尔班的天南部 建校于1975年 评分呢,为9分 学校由9到12年级 那么2019年呢,在国家高中排名为1177 在加州排名呢,为180名 2019到2020年度啊,有2067名学生 77名教室 那么学生的教室比例是27比1 毕业率啊,有96% 亚裔人口比例呢,为54% 却除了北木以外 在尔班亚裔人口最多的一所高中 那么尔班学校呢,注重培养学生 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有注重学生的理性思考和适当活动 那么这里的ICT平均分呢,为1340分 ACT呢,为31分 虽然呢,学校评分是9分 可是ICT和ACT的平均成绩比读规矩还要高一点点哦 最后呢,再简单提议一下 在尔班,尔班School Unified 就是这个学区周边想租一个三室的独立屋或汤等 那么月租金呢,大概来3000到4000块 所以如果小伙伴们有需要 以后呢,我会具体再讲给大家听 好了,以上呢,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订阅我并点亮小铃铛哦 还有,欢迎大家留言一起讨论 男嘉生活相关、美食相关、还有房产相关哦 我是妮娅,那我就下期视频再见啦,拜拜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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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